黑先生很錯愕 人生第一份工作 在即將市營運的北市網美咖啡廳 担任咖啡師 沒想到卻因為確診染疫 被老闆非法解僱 黑先生還原自己四月三十號快栽陽性去做PCR 主動向公司回報 並通知密切接觸者 沒想到負責人卻以要市營運運作 無法單根為由 說要聘請其他咖啡師 並要他不用來上班 雙方談到最後 老闆更說重話 說他的不實指控 已經危害公司 要走司法途徑 甚至不顧染疫風險 請店長到住家樓下 拿店門口鑰匙 面對指控 業者喊冤 老闆說 K先生道指控 因狀況多一列觀察名單 強調解僱是因為能力 絕非因為染疫 雙方恐怕只能走司法途徑 或進行勞資調解 疫情之下雇主因虧損 為依法給付 資遣費 還有非法解雇的勞資糾紛都常常出現 尤其以餐飲業居多 遇到糾紛 勞資雙方都應替自己保留好證據捍衛權益 新新聞 宏偉桃採訪報導